印尼能够被捏合成一个国家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印尼被称为千岛之国 但实际上它的岛屿超过了一万七千个 这种破碎程度和一个盘子从十层楼摔下来的效果差不多 印尼的国土面积有190万平方公里 从东到西比北京到乌鲁木齐打个来回还远 印尼的总人口约有2.7亿 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 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爪哇族 但也仅占全国人口的40% 岛上的人装五花八门 信什么的都有 光语言就造出了700多种 邻居见面打招呼都不一定听得懂 就连印度尼西亚这个倒霉名字 也是一个德国人想出来的 所以印尼表面上是一个国家 但实际上一岛一世界 各岛之间几乎不怎么来往 因为见了面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荷兰人直面印尼300多年 才发现科莫多岛和佛罗勒斯岛 可见 印尼的这些小岛有多岁 那问题就来了 既然印尼这么岁 历史上也没有统一的经验 为什么他还是被捏成了一个国家呢 早在17世纪初 荷兰人就占领了雅加达 并以此为据点 按着爪哇人种香料 然后再运回欧洲卖给王室贵族 赚得盆满钵满 当时 荷兰人还专门成立了个打劫组织 就是那个荷兰版的东印度公司 这里的印度指的就是印度尼西亚 后来英国人也成立了一个东印度公司 公司的愿景也是为了去爪哇香香料 由于爪哇碎了一地 各岛之间就跟与世隔绝一样 荷兰人采用以一致一的方式 轻松统治了爪哇三百多年 在荷兰殖民期间 由于贸易需要 官方就引进了马来语 这个语言比较好学 而且又有官方加持 所以一盘散沙的印尼 好歹有了自己的通行语言和文字 到了1942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人赶跑了荷兰人 印尼又迎来了新领导 只不过三年后 日本就在两颗原子弹的教育下 拒手投降了 由于先后被荷兰和日本殖民 印尼的土著们 也逐渐激发出民族主义的热情 他们虽然也闹过独立 只不过效果一般 斗争形势还停留在 开会喊口号撒传单阶段 二战结束后 印尼的民族主义已经达到顶点 老百姓都希望成立一个独立国家 没办法再接受 做一个养人鼻息的殖民地 而且日本在投降前 把武器全留给了印尼 还表示支持他们搞独立 印尼从一个拿砍刀 鱼叉的部落武装 一下拥有了现代化的武装力量 而这时 荷兰人又见兮兮的跑了回来 表示还想指导下爪哇 印尼只回复了一个字 滚 荷兰人不甘心 但就这么让印尼独立 心里就舍不得 于是荷兰就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 印尼的石油要归荷兰的乔班公司 二是 荷兰要站着新几内亚的西边 具体啥时候还 以后看心情 因为这两件事 印尼跟荷兰闹了十几年 中间还打了三次大规模战争 最终在1954年 荷兰彻底退出印尼 苏加诺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 宣布印尼独立 荷兰人走的不利索 这就相当于给躁动的民主主义 持续加热 最终把这个玩意儿给烧过头了 大家都知道 早在明朝 欧洲的列强还没开始殖民东南亚 国内混不下去的人 就开始往这个地方大规模移民了 由于华人重视教育 能识问断字 而且相比于热带土著 华人明显更能吃苦 脑子还好使 所以 华裔上日很早就和爪哇的贵族 纠缠在了一起 两股势力互相搀扶着 参与国家管理和贸易垄断 模式延续了好几代 等到荷兰人殖民爪哇 也是让华人来负责 基层管理和商业贸易 相应的 华人的发财机会就多 所以 当荷兰人走后 华人就被当成了二鬼子 也就成了印尼民粹的针对对象 前面也说了 印尼太不适合成为一个国家了 能够把一万多个小岛捏合在一起 完全是外部压力大 土著们抱团取暖的结果 所以等到荷兰人走后 印尼想要继续维系一个国家 就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扎紧篱笆 管好自己的事 在国内进一步巩固 印尼的民族认同感 二是对外扩张 用战争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让老百姓没心情琢磨别的事 很不幸 苏加诺选择了第二条 苏加诺上台后 先是和荷兰抢亲几内亚 和葡萄牙抢东地文 后来胃口越来越大 居然把手伸向了旁边的马来西亚 当马来西亚闹独立的时候 苏加诺居然跳出来说 你们有啥资格闹独立 这块地盘也是印尼的 为了破坏马来西亚独立 苏加诺还支持过 杀捞月的反政府武装 总之 当时的印尼就跟村头的二愣子一样 穷横穷横的 看见什么就抢什么 谁不服就打谁 就是凭着这股的 不要脸的很劲 苏加诺为印尼捞到不少地盘 然后这哥们就膨胀了 他现实宣布 自己可以在总统岗位上干到死 还说 议会选举可以接着搞 但一半以上的议员 要有自己人命 这其实就是又挡又利了 后来 苏加诺还出现了幻觉 认为自己是个先知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 半人半神的状态 所以他就觉得 既然都半神了 那就不能只局限于 领导印尼这对小破岛啊 那必须领导向世界 才能展现上自己的能力啊 当然 美苏这样的大佬 肯定是带不动 欧洲那些没落的老牌帝国 也不可能听他的 那带领线第三世界总可以吧 就这么着 1955年 苏加诺把二战后 成立的29个国家的领导人 请到万龙开会 他先是诉说了一段 殖民地国家的写类史 然后表示 要让大家团结起来 共同掀开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最后强调了一下 苏加诺虽然不才 但愿意做个带头大哥 把这项伟大的工作做好 参会的29国家看完苏加诺的表演都笑而不语 还尽可能的和苏加诺搭戏 但私底下谁都没往心里去 只有苏加诺是真的进入角色了 1965年 苏哈托借机架空了苏加诺 并在1967年成为印尼的第二任总统 总的来说吧 苏哈托就是军头治国的典范 从1968年执政 一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下台 苏哈托在印尼总统的岗位上苦干了32年 期间 印尼也迎来经济高速发展 苏哈托家族也趁机疯狂敛财 几乎垄断了国家四分之三的经济 整个国家出现系统性的腐败 一度被世界银行列为贪污最严重的国家 进入21世纪后 印尼一直被认为是继中国和印度之后 亚洲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 只不过 印尼始终没能兑现这个潜力 印尼人口达到了2.7亿 是世界排名第四的国家 国土面积也有190多万平方公里 排在世界第15位 另外 印尼还有丰富的矿产 天然气和石油资源 资源出口占到国家经济总量的10% 可以说 印尼具备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 就是在如此先天优势的情况下 十几年过去了 印尼还是那个印尼 不仅没能实现快乐式发展 在世界甚至亚洲的存在感也越来越低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境内大小岛屿超过了17000个 而且岛上民族众多 大约有1300个不同民族和700多种语言 爪哇族虽然占多数 但也不到总人口的一半 印尼的岛屿就像被分割的不同世界 平时往来只能靠水运 虽然最近这些年 印尼的廉价航空也有了明显发展 但直到2019年 印尼老百姓乘坐国内航班的人次 也才7000多万 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滑船出行 印尼的这种地形很难实现工业化发展 除了各岛民的出行不变外 整个国家的物流效率也极低 2013年 印尼的物流业约占整个国家GDP的24% 基本就是支柱型产业了 这比其他东南亚国家高出一大截 如果能将物流成本降低16% 那印尼每年可以省下来800多亿美元 2007年 印尼政府下决心要搞一个大型工程 计划在苏门达拉岛和爪哇岛之间 架一座跨海大桥 总预算超过了165亿美元 两个岛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大桥一旦建成 不仅能实现通车自由 还能实现两岛之间的铁路交通 油气运输和电论通讯 时任印尼总统的苏西诺 把这项工程当做自己的政治遗产 非常希望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大桥通行 但印尼的部长们 由于资金问题各种扯皮 结果一直拖到了2014年 苏西诺退休了都没开工 等到现任总统 佐科维多多上台后 印尼政府认为 跨海大桥既费钱又不环保 更关键的是 没办法汇集其他17000多个岛屿 于是干脆取消了跨海大桥项目 转而投资了海上高速公路 也就是提高水运效率 来加快各个岛屿的物流工作 在佐科维多多的第一个任期内 印尼就造出了24个新海岗 另外还修建了15个新机场 目标就是要做到 雨露俊瞻 说句客观的话 虽然海上高速公路 比跨海大桥便宜也更实惠 但一个决议硬拖7年 足以让印尼错过发展的黄金阶段 佐科维多多上台后 推行的一系列基建项目 虽然明显改善了印尼的物流问题 但距离现代化的物流要求 还差得很远 就拿2019年的数据来说吧 印尼在世界银行物流表现指数 上升了17位 位列第46位 但仍然落后马来西亚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这就等于钱没花到位 所以效果也没到位 印尼的高昂物流成本 不是运费高 而是运送慢 在印尼 全国的航舰距离 和船只总体运载量 基本符合市场要求 但港口的管理太拉垮 例如 港口没办法扣出船只的燃油税 对货船的乘客人数 还有最低要求 总之 热带人民在工作上的拉垮表现 印尼人全都体现了 这就是为啥 大家嘴上说印尼有潜力 但真跑过去投资的人 却没几个 2020年底 1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 签订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也就是REPEC 大家都认为 这是印尼经济同飞的机会 但问题是 一个用民族主义 强行捏合在一起的国家 能否在物理空间上 把国家联系在一起呢 咱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